昏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110集 狂风岭 这是个极为悲哀却无可避免的事情 在这末之战场却不是什么新鲜事 正因如此,当初六母神君才有一眼 踏出不回关者,唯有两条路可走 死在末祖手上,死在自己人手上 除此之外再没别的选择 末祖打量者被命名为《物恋的杨开》 什么行为啊 杨开催动此身小乾坤的力量 摆出恭恭敬敬的模样大道 六匹 末祖浓眉大眼,离嘴露出宁笑 很好 显然对杨开的实力很是满意 走吧 末祖大手一挥,率先踏出墨云 甲一等人紧随其后 杨开不敢犹豫,也急忙跟上 心中满是无奈 如今这情况,暂时是没办法 赶往洞天府地镇守的关爱所在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数位墨徒性情各异 甲一以二秉三有些沉默寡言 倒是那叫丁四的矮小老者却是个话多的 稍稍落后了别人一点 与杨开并肩前行,开口问道 小兄弟哪家洞天府地的 杨开撇头看看他,又看看前面的墨祖 丁四笑道 不用怕,咱们这主人还是很好相处的 墨祖与咱们一样,各有各的性情 主人有什么需求,你老老实实执行就行 其他时候,他不会管你 似乎是觉得杨开有些惧怕那墨祖 所以才这么解释一下 毕竟刚认了一个主人,总得有一个适应器 回想他当初被转化为墨徒的时候 也是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回口哪里犯错被惩罚 但彼此相处久了,也就放开了 前辈哪一家出神? 杨开不打反问,心中一遍遍告诫自己 墨徒虽然是被墨祖丽墨化 但平时与正常无异 从眼前这位丁四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没被墨化之前,这位应该也是个话多的 之所以不达,杨开是怕万一自己说出来的洞天福地跟对方一样 说不定会露出什么破绽 丁四笑着说道 呀,在这里没什么前辈不前辈的 看我名字便可 老夫出身九星福地 九星福地杨开是知道的 毕竟在兴建与九星福地的外务史也打过交道 杨开很想问问,其他几人都出身哪一家洞天福地 可丁四不主动提及,他也不好问 只能硬着头皮道 我来自阴阳天 眼角余光贴见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反应 杨开心头释然 看样子他们这几位并没有阴阳天出身的 丁四露出恍然之色 阴阳天啊,那是个好地方 杨开不愿在这个话题上读书 言多必失,转而问道 咱们这是去哪儿? 狂风领 丁四回道 咱们主人算是狂风领的人 自然是要去那里的 杨开目光微闪,低声问道 主人是上位墨族 丁四口中提起的狂风领 应该是一位墨族领主的领地 既然是领主下面的墨族 而且实力不低 那应该就是上位墨族了 杨开本就估计着 那墨族相当于六品开天的水准 如今看来确实没错 丁四也点头道 主人确实是上位墨族 一路丁四随口闲聊者 发现确实如他所说 那位墨族还算好相处 即便察觉后方奴仆 积极歪歪个不停 也没有阻止的意思 一路持续前行 杨开虽然屡次动起杀鸡 却不敢贸然出手 这里是墨族腹地 手脚若不做干净的话 极容易暴露行踪 而且来来往往 时不时地便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墨族 他也没有太多下手的机会 只能强行忍耐 数日之后 一片被墨云笼罩之地印入眼帘 那赫然是一片巨大无比的灵珠 墨云浓郁 充施方圆数十万里的虚空 杨开曾经远远在虚空中见过的 那如巨大花苞一样的东西 这灵珠上居然也有 高高处立在灵珠的中央处 舒张之时 浓郁的墨汁里 从那花苞中涌出 一只与杨开并肩而行的丁死 悄悄地捅了捅他的胳膊 这就是狂风领了 此地灵珠名称狂风 杨开露出了然之色 一位灵珠 那就是相当于七品开天的墨都 那是什么 杨开没按捺住心头的疑惑 望着那黑色花苞问道 丁死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知墨朝 杨开说出 早就准备好的托词 我来这墨汁战场时间并不长 对这里了解不多 丁死恍然解释道 哦 墨朝是墨族的根基 也是孕育墨族的地方 对墨族来说 墨朝是很重要的东西 杨开面色异理 这居然是孕育墨族的地方 他这一路上 可是看到过不少的墨朝 若这些墨朝都能孕育出墨族的话 那如何才能将之赶尽杀绝 有些不解道 墨族是从这里诞生的 丁死汗手 嗯 墨族本身没有生育之能 他们所有人都是从墨朝里诞生出来的 而且墨朝有吞噬万物之能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有能量 都可以化作墨朝的养分 养分足够 便可孕育墨族 吐纳墨之力 而墨之力 也是墨族们修行变强的根基 当然 他们也喜欢吞噬天地伟力 这对他们的修行 也有很大帮助 杨开点点头 表示了然 深深地望了一眼 那墨朝所在 两人说话间 一行已经到了狂蜂岭上 此地墨之力充斥 整个世界似都一片昏寒 而在这狂蜂岭上 处处可见巨大的建筑 这些建筑的风格 也都极为粗犯 有着极为明显的墨族风格 这也不难理解 墨族本身便巨大无比 他们的建筑 自然也不会小到哪里去 昏常的街道上 高大的墨族 来来往往数量不少 大多数都行之隐单 也有一些墨族 拥有自己的奴仆 不过数量都不多 有的只有一位 有的两三位 如杨开这边 有五位的极为罕见 所以领头的墨族 走在前方 所过之处都能引来大片的观众目光 许多墨族望来的眼神中 更是充满了羡慕神色 这愈发让领头的墨族 使得一满 走起路来 鼓鼓生风 一副天老大 他老二的架势 杨开左右观望 面色惊异不定 因为他发现 这街道左右两旁 居然有类似店铺一样的存在 做售卖的商品 也是琳琅满目 有一些 甚至是人类舞者 修行需要的物资 墨族这边 居然也做生意 忍了许久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杨开悄悄问了丁寺这个问题 丁寺笑道 这些东西 对墨族自然是没有用处的 但对我们有用啊 别看我们如今是主人的奴仆 生死只在主人一念之间 但我们实力强大了 对主人也是有好处的 回头上了战场上 我们可以帮他 情获更多的奴仆 帮他吞噬更多的天地 伪力 也可以守护他的安全 所以跟了一位好的主人 咱们也是有好处的 主人会想办法提升咱们的实力 之前那秘境 之所以会优先允许 蒙奇这样的墨徒们进入 便是因为这个道理 蒙奇也说了 墨族希望自己麾下的墨徒们 实力越强越好 反正只要被墨化了 就永远不可能叛变 忠心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允许墨徒们提前进入秘境 搜寻宝物 提升实力 然后那几位墨族领主 才会进入其中吞噬天地为力 杨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点 丁四其中的一句话 让他看到了摆脱墨族的希望 墨族总归是要上战场的 只要自己耐心等候 等到跟随出战之时 便可找机会摆脱 或者击杀他 与洞天府邸的强者接应 前往那些关爱所在 一念至此 一直以来的焦虑 瞬间烟消云散 杨开心知 自己如今需要做的 便是耐心等待 等待跟随墨族上战场的机会 一旁丁四还在说着话 还有啊 主人如今还没有一件飞行秘宝 如果想要的话 就得买些东西请人炼制 而且他们的生意 不单单只是针对我们这些墨徒 墨族本身也是有生意往来的 杨开点点头 两人这边说着话的时候 墨族已经领着他们进了一间店铺中 店铺内另外一个墨族迎了上来 彼此似乎熟悉 相互说笑了一阵 杨开左右观望 发现这店铺里的东西 还真是什么都有 有无者用的秘宝 还有一些灵丹妙药 更有一些品质不足的修行资源 这些东西在三千世界都算常见 吸引杨开注意的 是一个个有人头大小 水晶球一般的东西 这东西数量不多 只有十几个 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杨开等人到来之前 已经有墨族围居在这水晶球四周 观望打亮 面露异动之色 仿佛这些水晶球 对他们有大用一般 杨开瞧了瞧那些水晶球 看不出什么端倪 只见得里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流淌 稍稍放出神念一试探 顿时眉头一触 他不敢太过放肆 但方才那一瞬间的查探 他似乎察觉到了 水晶球中蕴藏了 几位浓郁的天地毁力 神行 丁似察觉他的动作 连忙提醒一声 在这墨族聚集之地 忽然放出神念去查探 极有可能会惹怒脾气 不太好的墨族 真到这个时候 墨族主人可不会偏向他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连巅峰 第4111集